各位如果你的模型做好了 當然第一件事情你要把它專案檔儲存下來 所以你在右上角這邊 它的主選單都在右上角 你可以把它先儲存 那它有它自己的專案格式 那麼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輸出的 有沒有就是960x800 在這裡有一個那個圖片的尺寸 我先把它專案儲存一下 OK 那你存 存起來 它會放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的 專案儲存 來這裡 這裡有個另存 旁邊這是另存 確認一下 它預設放在我們剛剛 軟體打開的那個位置 有沒有 在這裡有一個叫VOX 它的副檔名就是VOX 所以如果你這樣按下去沒有看到 你就從這邊 來找一下 也可以 第一個 這是專案檔 那麼 本身它的軟體其實很小 你看才3MB 就可以做很多的效果 那 第二個呢 你要把它做輸出 你看右下角這裡 右下角這裡 有一個叫 很小一個 你可以把它展開 像這邊把它展開 有看到 如果你要真的把它拿來當作3D列印使用 你可以輸出這個叫OBJ 這就是3D模型 那麼 你今天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變2D的 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個 圖片 你想把它輸出 那這個對它來講 就是2D的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發現就變PNG 就是你現在做的 那麼 你在這個Render的時候呢 你可以進到這邊 它這裡有一些 燈光的設定 有沒有太陽光的方 的角度 在這裡 然後照射的範圍 太陽光的強度 天空 天空你想要用 哪一種的 點這個 有沒有很單純的 點這個 對不對 漸層的 好 然後右手邊這個就是用圖片的 所以就看 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要不要有霧的感覺 你也可以自己用 像這個 有沒有會變圖片的 你就可以自己在挑 那你 陽光呢 這裡 角度 然後呢 它的強度 還是你要弱一點 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暗 只是你在調的時候 你要等它一下 要等它一下 所以你確定好了 就可以在這邊 它預設輸出的尺寸 就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改變它的大小 你可以改變 看你要變大一點 還是小一點 都可以 這樣大概了解了吧 所以 還蠻有意思的 還蠻有意思的一個 小工具 那下次呢 如果你要打開 你就從這邊 開啟舊檔 就OK了 這個是如果你在這邊 去使用它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子 如果你要在 這個 編輯的話 你還是要回到Render這邊 還是要Render這邊來 那 像我們這邊 如果你要增加 就是Attach 所以這裡補充一下 這個時候就跟顏色有關係 這個時候就跟顏色有關係 所以你想要增加一個兩個 這個比較像我們用3DCH 像3DCH 你就可以增加 OK 那 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像怎麼循環的 還是翻轉的 其實也都蠻有意思的 就這個工具還蠻靈活的 只是說 你要稍微習慣一下 畢竟這個跟 一般的那個什麼 3D軟體的使用 比較不一樣 那這裡有一個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如果你打開 我們開一個新的檔案好了 剛剛我們是這樣的感覺 對不對 這樣的感覺 那 今天如果你覺得說 這樣子我不知道 到底是幾格 你可以看一下左下角這裡 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發現它有 網格 還有邊緣 還有Friend 我打開給各位看 Grid 來我給它另外一個顏色 把它倒一個 別的顏色 這樣你看得比較 這樣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網格出來了 我再把它的邊 叫出來 再把它的Friend 叫出來 這樣有沒有感覺 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在做 就是 區格的時候 如果你要算得比較準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幫你做一個定位 我覺得這個還 蠻不錯的 因為你看我們如果這裡打開 這個就是有網紅狀的 他就幫你把那個線 就會套進去 套進去 這樣的話 你在做會比較容易一點 OK 給各位做個參考 好不好 左手邊這個色盤 事實上是 就是跟我們 Fotocial以拉吹的一樣 你可以把你的色盤 保留下來 就可以自訂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換你想要的顏色 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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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